长江七号,是周年,他们长大了的模样你还认得出几个。2008年周星驰电影,长江七号,轰动一时,事隔十年,剧中的小童星们都长大了,当年女扮男装的小童星徐娇,如今已摆脱稚气,甜美的模样令人未知惊艳。 据悉,当年女扮男装的不只有徐娇艺人,连由头富二代陈俊生,小恶霸暴龙,都是由女生演员扮演。 星爷,长江七号,三个男孩都长成大美女,网友,竟被骗了十年说起星爷大家都知道是谁吧,他就是周星驰。 虽然周星驰没有成龙有那么大的名气,但是在影视界中的地位不比成龙差。 周星驰主演的电影,是小编要夸赞的,星爷也捧红了很多人。 像他的,美人鱼,其中邓超就是比较火的。 然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一部电影,长江七号。 长江七号,是小编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部喜剧电影,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喜欢呢? 如今,长江七号,已经上映了十年,已经成为了经典。 大家还能记得多少,是七仔毛绒玩具比较印象深刻还是其中的小伙伴们? 如今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,周星驰的头发也变得花白。 小伙伴们也长大了。 然而星爷的,长江七号,三个男孩都长成大美女, 你是否还会记得周星驰一手揽一个的两位小童星,长大会变成什么样子? 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徐娇。 如今徐娇已经成为了一个亭亭玉丽的大美女, 其实右边的这个是富二代小笑霸黄磊, 其实也是一位女孩子。 其实两个人都是97年的,如今21岁。 当年女扮男装的小童星徐娇, 如今已摆脱志气,成为一个美少女。 现实生活中的黄磊,没有突出的法际线, 不但长得非常的好看,不比当今的明星差, 然而据说黄磊的舞技也是不错的, 曾经在华南地区的百事我创, 我要上冠的总决赛中夺得亚军。 应该是学习的原因, 所以一直也就没有再看到她的作品, 渐渐地消失在银瓶上。 看到照片不得不感叹, 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啊。 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记得, 影片中最最重量级的人物。 巨无霸的暴龙她的名字叫做姚文雪,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女孩, 不得不说, 星爷在影视界中的地位不是虚名。 星爷的头脑是难摸得透的, 将三个女孩全部反串成男孩, 不知道大家看出来了没有, 小编承认,自己是没有看出来。 如今十年过去了, 三个男孩都长成大美女, 小编还想到一个重量级的女孩, 在现实中其实还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肥仔, 看了《长江七号》中的三个反串角色, 大家有没有被惊讶到呢? 网友纷纷评论表示, 真没想到竟被周星驰骗了十年, 你们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发现了吗? 欢迎跟小编互动起来哦! 小编也想看一看到家惊讶不? 对于星爷, 《长江七号》, 三个男孩都长成大美女, 网友, 竟被骗了十年大家怎么看? 外国人这里的变成大美女表现即可解ako尔丹丝, 外国人立的变成大美女表现 , 我听说大家可以有什么想法と想研究自己的变成大美女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